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这个Moodle怎么安装 Moodle它最主要的作用是在学习管理上面 它是一个免费的就是我们知道的开源软体 它可以用来开发线上课程还有建立一些线上的教学资源 有很好的互动功能可以让这个虽然是在课堂上面对面授课之外 有另外一个管道可以把一些教材或者是小考测验 或者是课堂上要提供给同学们的这些材料可以放在那边 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辅助工具 一样的Moodle它还有一个行动版 一样在iOS跟Android上面它是不用付费的 它可以安装一样可以连上去看 它还有一些很好的功能 它可以把上传这些功能集中在这个行动版本上面 而且它可以做到推波讯息传送这些 那基本上Moodle的这个版本行动装置的版本 它是用HTML5的方式去写的 所以它有一些跨平台的这个能力 所以你如果说这个使用APP的时候呢 必须要有连网就是有连上网路它才可以功能正常 但是它有一些离线的功能 比如说你要上传照片或者是语音档 你可以上传但是它不会马上传送因为没有连网 所以它会等到有网路连线的时候呢 它就会主动的帮你传到Moodle上 所以呢这个还是一样可以达到 这个我们在使用电脑版的时候的差不多的功能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安装的步骤怎么做 首先你要建立一个这个database上面的账号 给这个Moodle去使用 再来呢去下载这个Moodle的套件 然后解开之后呢进行安装 那解开之后呢如果你不是在VAR底下的 www.http底下的这个目录的话 请把它移过去 那原因是在我们的这个教学范例上面 我们是把加密通道 https的document route文件的根目录呢 是设定在 在VARwww.https里面 那这个Moodle呢 它在安装过程它强调必须要有https的协定 所以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装到一半你会发现它会告诉你说 请把这个资料夹呢移到https底下 也不是说移到https底下 就是说你的Moodle系统 请务必使用https协定 所以就看你的环境怎么样 就是让Moodle在使用的时候是透过https的这个协定进行使用 所以一开始我们希望能够就这样子去做 好那这个把它搬移过去之外 另外一个要放MoodleData的部分呢 那Moodle呢它有个特点 就是它把资料放在不是它安装的目录底下 它是另外再建一个 所以我们可以建一个MoodleData的目录呢 是在https同一层 当然这是一个范例啦 你要放在别的地方也可以 总之不要放在Moodle的目录底下 好那建立之后呢 你把它的全线改成归属给这个Apaq Apaq包括这个ON跟GROOP都设定给Apaq 然后同时呢你把这个 安装的这个Moodle的目录呢 也是把它归给Apaq 因为它会产生很多设定档 会储存很多暂存资料 所以呢在这个部分呢 也要透过这个Apaq的全线呢 才可以去存取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样去进行 好所以从第一个步骤 我们呢要在这个资料库里面 去建立一个使用者 好所以建立使用者的做法是 这边有一个User Account 在中文版的使用者 然后就点它 然后呢 Add一个新的这个 Account 那这边呢我要给Moodle用 所以 Moodle 好那这边要建立密码 对不对 我们就给它密码 那底下呢我们这个Database for User Account这个呢就把这两个打勾 然后底下这边不要动 好再来就按Go 好它就建立一个使用者 好那我们可以测试一下刚刚的账号密码对不对 好登出 然后这边打Moodle 然后这边打刚刚的密码 好那成功就可以进去了 里面有一个Moodle的这个目录 好那建完目录之后呢 我们就用Google去查Moodle download 好那点开就是这个页面 好在download底下 那你可以点这个 点开呢会到这边 那有一个最新版本 那底下呢 有这个 比较旧的版本 这是比它更新的 好那 这个各位可以看你要选择哪一个 那这个是目前还有很多在开发的部分 那我们就可以试试看 你要选择哪一个 那我们以这个当例子 点下去呢 它会download 但是我们要用WGate去装 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就直接按取消 然后这边呢有一个Click here to download manually 手动下载 所以我们按右键 按右键之后呢有一个 Copy link address Copy 然后就选它 好Copy完之后呢 我们现在 我们先登出 然后呢我们要登录虚拟机 好那登录之后 我们现在切换到我们要存傻的地方 VAR底下的TripleW 这样 好那我们用 cu2 WGate 刚刚的连结 Unenter 然后它连结了 然后开始下载 好下载完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压缩档对不对 好这边有一个压缩档 好那我们就针对这个压缩档来进行解压缩 所以我们用TAR-ZXVF 然后针对Moodle 这样 好那它就会解压缩 好那它就多了一个目录叫Moodle OK 好那我们刚刚有讲过说 我们在TripleW 这边呢我们要多建一个MoodleData 所以我们SUDO 然后呢MKDIR 给谁用呢 Moodle-Data 这样子 好建好之后呢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要CHOWN SUDO CHOWN 然后呢给Apache Grooper也是Apache 然后呢Moodle 好Enter 有没有 所以从这边就可以看出来MoodleData 现在是属于给这个Apache使用 好然后我们再到HTTPS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 Moodle的拥有权的设定成给Moodle 所以我们SUDO CHOWN 然后呢 Apache 这样子 Moodle 那我们要递回底下全部都改 所以我们要剪R 剪大Apache Apache 然后呢Moodle 这样子 OK所以他的权限呢是归属于Apache 然后呢这个 嗯 目录是Moodle 好那我们等一下如果完成安装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 呃档案呢再把它删掉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开网页 好那网页的部分呢 我们就打 好那因为我们现在放的地方呢是在加密的通道 HTTPS底下 有时候我们要HTTPS 帽号斜线斜线 然后呢后面是443对应到的转破 嗯 这样子 好那我们是针对底下的Moodle 这样 好他会告诉你说这个 凭证呢是自己见到的 所以有危险性 然后你看你要不要继续 我们就选Advanced 底下Proceed的就是往下 好继续做 好那接下来这是中英文界面的选择 那你就选择 如果你要中文界面就选择正体中文 OK然后就往后 好那 出现了问题我们就要解决 他现在要说ZIP PHP ZIP的部分呢 要安装而且要启用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东西怎么装 好那各位可以去Google一下 Sentos 8 ZIP EXTENSION OK 好那你可以去查查看这边要怎么做 好所以他是这个套件 然后我们怎么安装呢 OK我们就在这边SUDDNF Install 然后让他去安装 好然后呢YES 好安装完成了 那我们就回到刚刚的这个 各位安装完成之后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要重新启动 好Service 这样子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的安装网页这样 可以了吗 Continue 好那有安装了对不对 那成功了就会进入下一步 那这基本上这个就不能改 这Moodle目录 Moodle目录在这里 然后你的资料目录在哪里这个是可以改的 好那我们刚刚的 Moodle Data中间有一横 所以我们加一个一横这样子 往后 就是下一步的意思 好那下一步呢他就会开始检查他要安装的资料库跟这个 所需要用到的套件会一一的检查 所以那我们用的是MariaDB 所以我们要选这个MariaDB 然后呢 下一步 好那资料库呢 名字是Moodle 那用户账号我们刚刚也是用Moodle 然后呢密码的部分 这样子 然后呢底下 就留着 然后呢下一步 下一步呢他就会检查 一下子喔看他要用到的PHP套件你是不是都满足了 没有的话呢你就要去安装他 好那这边有版权声明 你是不是同意上面的叙述 如果是的话就继续 好 又一次我们遇到的问题 来看一下 这个套件必须要安装 然后呢 XML RPC也要安装 然后SOAP也要安装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开Terminal 然后呢我们就 SUD 然后呢DNF install PHP -INTL 还有XML PHP XML RPC 然后呢PHP SOAP 这样 好这几个套件呢我们就 也安装 好那记得安装完之后呢要重新整理 好安装完成之后记得要重新启动系统 好重新启动 APA器 然后呢我们再回到这边 用重新整理 看看这些套件是不是都有了 好 好 那 我在测试的时候因为 我一开始没有放在HTTPS 所以底下他就有一个 警告就是说 请把Moodle安装在HTTPS底下 所以现在跟各位讲 一开始扣进去的目录 请放在你的HTTPS的 这个Document Root底下 然后呢继续 好继续之后呢接下来就是一个 应该就会进入一个 漫长的等待 因为他要装很久 好那这是他安装的 套件呢 安装成功的会 一一的显示在这边 所以这是安装过程会显示的资料 这个要等一段时间了 因为他就一直在安装 好 都完成了之后呢我们按继续 好所以同学如果说 你的这个 你的HTTPS还没有完成的话 先把HTTPS完成 不然你要装Moodle就会有麻烦 好建立账号 Admin 然后呢 接下来 密码的部分 你自己去键 好 等一下不知道有没有打错 然后呢 好然后呢 这边就打上你的名字 OK 然后呢电子邮件也要给 好那不要让人家看到电子邮件 好那你这边就自己去选 好这是 不是非碧田然后这个节省时间我们就不选了 时区呢 我们要选一下我们是 台北 台北 Asia然后呢台北 这个 好那底下呢 更新个人资料 所以Admin等一下登录的时候呢就是用你刚刚设定的密码登录 好那这边要设定名字 网站的全名 所以你可以说这是 名字自己取的 好然后简称呢 这个自己 自己设定 然后 摘要也是自己去写 比如说这是你的什么样的一个站台 位置呢在哪里 时区我们刚 像我们刚刚虽然选过这边还在订 再选一次 Asia的 台北 然后呢 你要不要让这个 自行注册呢 原则上我是取消 好那外寄寄出去的这个mail呢 我们这个也不用动它然后储存变更 好储存变更 好那这边他会有个简单的介绍 好导览 首先一开始呢这是 仪标版然后呢 这个呢是最近的活动 然后呢最近有没有新的课程 再来呢 这个呢是 你参与的所有课程 然后这个是课程名称 我会按照 你可以选择来用什么方式来排序 好那导览结束 OK 这样就完成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开一个课程 然后点一下 那这边呢就有管理的界面 好那你可以建立 新的课程 点课程之后呢你可以建立管理的课程类别 那你可以建立新的类别或者是你没有建 类别你就只有要建新课程就点这个 好那你这边可以 课程的全名 可以长一点 好那这是简称 你可以 这个就是缩写了 好那你的类别是什么如果你有其他的你就可以选 好那这要不要显示就是等你存档之后其他人可不可以看 有些时候呢你要想说晚一点 才让人家看到你就可以选隐藏 好那这是显示 再来呢这就是什么 开课日期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 然后课程别让自己可以定 比如说1091 好这个可以自己去定 然后说明的部分呢自己可以打一些内容 然后你如果要图可以放图上去 然后课程的介绍呢 课程的格式呢你是要用主题式还是要用周 周就是8周主题可能就看 10个或8个都随便好你去决定 好那主题数假设是8个那我们就选8个主题 就这样子 然后外观上面是要什么方式去呈现 各位都可以试试看 档案上传最终进度 最终进度有时候是为了要 让同学进去看教材看完之后他 去打勾了就代表他有完成 他有看完影片或是他有完成 测验之后在 管理端他可以看到他有完成 好储存之后并显示 那目前没有 没有成员对不对所以你要加成员到这个里面 好那你可以去搜寻他假设你有很多的 使用者的话就可以去选择他那目前没有 好所以我们要先有成员对不对那成员怎么来我们就 网站管理 好那这边有用户的部分 那他可以这个 一个一个去加新增用户 好比如说我新增一个用户 好那身份呢他是属于什么 选择一个验证方式手动建立了 然后呢 我们新密码的部分 好然后呢 那不能跟 之前设定过的一样 然后呢要不要允许 好然后呢 再来是 看一下 好那这边只是建立账号然后等一下就可以 套用那个 红色的部分是一定要填的 剩下我们先略过 OK这边 好就建立用户 OK那这样子就建立了对不对 那建立完之后呢我们 好在 另外一个如果说你要帮很多人建立 账号那一次 这样一个一个这样慢慢建立如果有几百个那很难 很难这样子做 所以怎么办呢 好你就批次建立用户 好那批次建立用户要怎么样才可以把它弄上来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他要怎么样去填资料才可以符合他的格式 所以这边有一个example 好那example下来的时候呢 你可以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呢他有一些栏位 好他有这些栏位 好那username 账号是什么 然后呢 这个是 好那我们再加一个 这个password 好那password呢有三个那你要帮他产生密码呢好你可以这么做好比如说 pwgn 然后呢我要减 要有特殊符号然后呢n 有数字 要ambiguous就是不要看起来 搞不清楚l跟e的差别 然后呢 每行一个 那我刚刚有三组所以 八个 character我们的密码长度假设是10好了 然后要三组 这样子 好那你就可以把它选起来 然后呢把它复制上去 这样子 是不是就有密码了 好然后呢我们把它存档 好存档上去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example.com 我们来改另外一个名字好了这样比较有区别 safers safers然后呢我们在这边比如说 test1 csv 档 好那我们在 建立这边我选择一个档案 上传一个档案然后选择档案 刚刚我们是test 这个 open 上传 然后呢 使用逗号格开utf8 预览 批式建立 他就让你看是不是这样子 看是不是这样子 好然后这边有上传类型 加入新的略过已经存在着 或者是说 你要全部加入 那在使用者后面加入技术 就是123 就是都不一样的 好那加入新的并且更新存在的旧使用者 就是选这个 那他就按照档案里面的去修改 按照档案中的栏位去修改 然后呢 要不要强制他 改密码 这边的选择是用户使用不够安全的密码的时候 去修改 也就是说 他这边呢如果我们设定的密码太简单的话 那使用者在登录的时候呢就会强迫他改密码 这是一个做法 那如果说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 的话 那就是 5 不需要改 不管他密码简不简单他就是都不需要修正 当然自己可以决定要不要改 这边的设定是说你要不要让他登录之后去改密码 OK那要不要改可不可以改名字 允许是或否 要不要可以删除 这些都是可以去设定的 好 那这边呢我们先都不用动他 然后批次建立 有没有 接下来他就列示给你看确定是这三个吗 已经建立有三个 OK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 刚刚的课程管理里面 我们刚课程管理这边 我们要把 学生拉到课程里面去 所以我们要先选一个课程 选一个课程呢 那你可以点已选课的人 目前是没有任何人所以是空的 那我就要加入 用户到此课程 所以呢 你要选择 你要搜寻谁 我现在加入的假设是教师的话 好那他就有找到对不对 我就把他加入 当做什么 这个教师 加到使用者 有没有你看他 加入这个人 他的角色是教师 好那接下来我要加其他人 好比如说我要加 student 然后他有三个 那就是选谁 都选 我看你要的就选然后加入到这个课程 好所以这就有教师跟什么 老师 对 就都有了 好那就这样子就完成了 好那课程有了对不对 好那你就可以 登出再登入 以教教师的角度去看 好那 那个功能是什么 好那我刚刚选的这个账号 这个账号 所使用的 账号 这个 名字是永振州 那他的账号呢 是这个 账号是admin 那我们不需要用他 不希望用他 所以我们 这个 再加一个 好我们把他加进去 然后把他角色设定程式教师 加进去 好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什么 登出 好那登出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 假设你是 让同学知道有这门课了 那你要登入这门课就点他 好那usernames就是刚刚 答的 OK那你就可以login了 好那你就变成是老师 好那一样他会有介绍 你可以导览看一下 接下来呢就可以针对主题 然后启用编辑 好那你就可以在这边 像老师在上课 提供的这个资料里面 你可以加入一些东西这样子 好以上呢是Moodle的一些 简单介绍 提供给各位参考 收益 我们下期再见 不 Оч 等下期再见